这是贝吉塔第一次与吉连交手 让他终于感受到了什么是恐怖 面对攻击吉连根本连防都不防完全硬扛 危机时刻幸好悟空偷袭而来 面对吉连他们也不敢再讲武德 可吉连依旧游刃有余技能无形拳 瞬间施展悟空马上被压制 这攻击是贝吉塔从未见过的简直让他目瞪口袋 没几秒悟空就被轰飞口中一口老弹堵住 而吉连的压制依旧继续 纵然赛亚二少同样拥有超高的战斗技巧 但面对吉连根本像小孩一样被玩梦 不过吉连兽创的贝吉塔依然顽强死缠不防 吉连心中不由升起一丝烦恼再次打出无形拳 此时王子突然笑 这一幕简直惊呆了看台上的众人 原来贝吉塔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观察吉连的招式 而且在利用吉连训练自在疾异攻 从这一刻他开始疯狂压制吉连 在吉连错不及防下他再次占得上风将之击中 但这根本不是吉连的实力 贝吉塔同样感觉到 果然吉连只是稍微认真 贝吉塔就再次被包装 这光波具有超强推进力 贝吉塔被快速朝擂台外推去 紧急时刻他紧咬牙关手上用力挤压光波 可吉连的光波岂是那么容易破解 眼看距离边缘越来越近就要被淘汰 说得慢其实一切都在一瞬间 贝吉塔手上依旧用力已经使出了吃奶精 强烈的爆炸将他炸得是浑身破烂 但终究保住了自己 看着气息依旧平稳的吉连他一声冷哼 不过心中不得不承认很强 吉连自信劝他认输 因为他的打法太过傲慢 这样根本是不可能赢的 可不傲慢还是贝吉塔了 硬大的 我從不見的 以自尊为代价的背极塔 剧出最强一击终极闪光 这能量连破坏神都为之差 这一击背极塔打得是酣畅淋漓 烟雾散去后看着倒下的吉莲 他不由放声大响 王子咱可不敢这样笑啊 果然不知什么时候吉莲已经消失 再一反应一发光波已经抵在背极塔胸口